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每年平均有6700人失踪 失踪者想回家 特首就呼籲 他本人是泥工 他能夠提供相關的資料 家屬報警求救 警方網頁建議留電話和ICQ號碼 是呀 你沒有聽錯 是ICQ呀 多懷舊 我们通常去看失踪人口的消息的时候 可能都是在警務署或者在Facebook 除了政府的组织或者团体去做之外 民间都可以做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几个就尝试用网络方法去做这件事 平日上网打错网址或者文章被删除 页面通常会显示404找不到 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香港有些网站都没有设计到404页面 那就浪费了 丢空了 放了在这里 网络和现实生活都不见了东西 他们就用两日时间编写了一套程式 给网站管理员下载 因为我们自己都是一个programmer 我们都很喜欢去试一些新的东西 还有我们都喜欢漂亮的网页设计 只要将程式码嵌入网页里面 当有人用自己的方式失踪 亲友将他们的资料 上载404找不到计划的网页 嵌入了这个程式的网 发生404创案的时候 就会显示失踪者的资料 多了网民留意层形启示 找到人的机会都会增加 有一个试行的 我们都未必说一定会是可能做到Facebook 那么好的效果 但至少都多一个选择 给失踪人士的家属或亲友 他们可以发布消息